你覺得以前我是騎車是怎樣? 我就是三道猴子 你真的假的 我算猴子嗎? 歡迎收看自己的康康主機車 那今天的影片就是介紹一下 分享一下 那就是我們康克第一個實體的活動 那說實在今天有點緊張啦 這個活動名稱就叫做康洪 主要原因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以前玩車的時候 都在烏子山 也有一個AKA烏子山小霸王的稱號 然而呢 一個陪伴著我玩車十年的咖啡店 吹起了熄燈號 沒錯 就是烏子山的辣瓦娜咖啡 所以這一次我就號召了這場活動 找了一些以前的老車友們 還有一些以前在這山路上面 在這山上咖啡店共同回憶的朋友們 當然啦 這一次活動也有找一些我們的會員乾爹 或是我們的買坎殼的一些車友們 共襄盛舉一下 順便想要藉由這支影片 讓大家知道為什麼我會喜歡這山路 還有當初我是怎麼進來重車圈的 讓我們一起回到十年前的烏子山吧 啊不是啦影片開始 打個 呃 呃 呃 跟你講 大橋有個飄王 我已經夠飄了 這個橋要我死胖才更飄 難怪那麼胖 哈哈哈哈 我認真看人家做什麼 哈哈哈哈 五十三風很大喔 這個背板吃不吃得住耶 你看大三 這是我前同事 我們就是以前做輸出的 哈哈 你看我真的學以制用耶 我現在以前貼我自己貼我 然後現在自己做輸出對不對 這個差一點就直接從山下見背板了 我覺得有可能會把背板拿掉 太危險 風太大 好的歡迎收看這個康宗主義車 沒錯 一陣兵空馬亂的時候 首次呢 咱們康可辦了一個小活動 那其實就是為了拉瓦納咖啡啦 那拉瓦納咖啡呢 其實是我們屋子山的這過去 所以今天跟大家say個goodbye一下 那看到背板 硬是要把自己放進去 就跟謝麥克一樣 很不要臉的在北宇自己拉帆布 你懂的是嗎 但是現在這帆布今天風很大 我不知道它會噴到最好 然後當然今天首次會我們conquer 之後也會一些實體活動或是山路 我們都會擺個tino之類的 所以呢 我等一下介紹一下我們現在的攤位 我們有設計好 但是現在還在弄 先這樣 因為等一下有很多故事 跟很多事情要跟大家分享 那也希望今天呢 天空 老天給賞臉啦 沒下雨 好不好 讓我們可以順利 等一下看會有什麼車友來 請大家喝杯咖啡這樣 先這樣 啊對 為什麼要換衣服 全新的conquer 你看褲子 再加上外套 一整套的 帥的 我們要出了一個服飾類型的套裝 就任性一下 這一次呢沒有機能 走的是 舒服套裝 這一次的溫度來講稍微薄了一點 所以 裡面穿著帽T 但其實正常我們要穿的是 應該是配T恤或是襯衫 好看嗎 你覺得 它是彈性然後還蠻舒服 這裡這裡摸一下 這裡幫我摸一下 把它摸出來 感覺又來又都車頭上來 然後我們 已經遲到了 原本大家太chill了 你看 第一次看到謝老闆在做事 謝老闆你今天 帶來什麼樣的產品 我全公司的產品都帶來了 我跟你講 就是為你搭了 真的 你幹嘛都想不清楚 那你趕快還是擺一擺 然後等一下再介紹 我們康和出來 這是喇叭 不一樣 這個是喇叭 Dulby 有沒有 Atmos 這邊的業配喔 小鮮肉賽車手 想說讓他試一下我們新的滑衣 因為今天我們是新滑衣開賣 欸 他穿好帥喔 我拉出來看一下 你不要在鏡頭搶一套換 哇塞 欸 你不要在練了啦 好爽喔 你看 這我們全新康可的滑衣 他這樣穿很好看 我穿太胖了 但現在很冷吧 很冷 對因為我們很涼 我們這個材質非常冷 你來介紹一下 今天咱們活動呢 就是回饋 喔 是乾爹的 買大橋商品的 我會員的 或是買過康克的 送杯冰咖啡 買商品送十張 蛤 這樣會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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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克外套 來他們的冰咖啡 大乾爹 欸欸欸 白痴喔 沒有這樣子的啦 一個一杯啦 你不要亂送咧 才剛剛看你喉咚一小時 還要玩 看他要傻 可以傻這樣 SORRY 你老闆在那邊嗎 那你坐在那邊 我看著他忙 我看著他忙 現在是你是老闆還是他老闆 我也很忙 我看著他忙 是的 剛剛背我的康克腰包 跟大家講我們多能裝 iPad mini 厲害吧 今天出門的時候 我不想要帶大背包 因為我們擺攤 我們都會把這個iPad mini 就是要結帳啊 或是說記帳什麼的 康克腰包 讚 我在前前公司大概六年 就是做輸出 然後其實就是他推坑我 玩重車的 你那時候玩刺激 然後我還想說 幹那什麼東西啊 然後我還騎著我的 KTR還是Fighter 是KTR喔 KTR 他就介紹給我 然後我就開始看小人 然後買了小人 然後我們就開始一起騎車 然後結果後來第一集訪車友就是他 然後再來才是Ride 屋子山的 可是我們第一集是在淡水 然後甚至訪車友那時候也是他幫我拍的 是吧 也只能這樣 我們會很客難欸 都是車友互相cover這樣 有手就可以拍 對 車友認識幾年了 雖然以前是同事啊 幹已經十幾年了 時光匆匆啊 我們都老了 現在正式的應該差不多了 原本九點要開始 現在幾點 十點 欸怎麼又有人轉帳給我了 有有有有有有有 突然這樣站著就有人前進來 我是想站著 來把錢掙 沒有啦開玩笑的 就是來這邊呢 來擺攤呢 康諷是 某方面是找看有沒有一些 以前的車友們會不會上來 就是可以跟大家聊聊天 就像剛剛大三嘛 那等一下看有沒有一些車友 可以讓大家回憶一下 甚至分享說 以前我們怎麼騎車的 其實我們屋子山 直播有分享過 就是我們其實那個車隊 希望他們今天會有人來 那個車隊呢 我們都是 基本上沒有什麼事故紀錄 騎了五六年 休比騎多 你知道什麼叫休比騎多嗎 因為休車比騎車多 但其實我們沒有事故 我覺得我們超健康的對不對 你有噴過一次 但是我自己獨跑 所以我們團跑的時候 基本上沒事 就是因為我們都很 比娜娜Q還自律 我們不跑下坡 然後我們第一趟上山 我們一定看路況 就真的是我覺得 這個在山路啊 或是車隊裡面 鹹少有這種東西 就是優良傳統 對 所以我們真的都沒有出事 我們這個車 群跑沒有出事 對 我們反正都在奇怪的地方出事 對 所以 千萬不要獨跑 真的我覺得山路文化 現在大家都說 跟不到不要跟 然後就是騎超快的亂呸 可是我們都還說 你今天 然後說你今天RV 你就在後面 你叫快你就往前 就是我們都會有很多 自己的一些傳統 所以也導致我們這樣子 可以撐到都沒有人有爹 安全下裝 真的 我看 阿伯人賽 哇賽 我現在真的很少上來了 感謝吳子山有你 這個大哥 在我七八年前 吳子山就已經都在騎 不只七八年 不只啦不只 十幾年了 這才叫不老騎士 而且還能騎這種防賽 對啊 別的不會騎 他一直都是騎防賽啊 他老司機了 騎十幾年了對不對 厲害厲害 看到那個阿伯人沒有 我認識他的時候 就十幾年 他就是一直都這麼老 就那個阿伯啊 他以前騎SV4啊 然後剛剛被他嘴啊 然後我就很久不見什麼 他說 喔沒有 是你都沒在騎了 看我被嘴 看了 而且很屌的是他們三個老人 然後就是都很老 就是大概五十幾以上 然後都在騎 那時候我在山上的時候 現在他還在騎 然後這種時候他SV4 換成Ducati V4 S 但是被他靠北說 是我沒在騎了 突然有一種 被中了一箭的感覺 但是這就是吳子山 是不是買東西可以喝咖啡啊 對啊對啊 準備咖啡 我有買我有買 對啊 介紹一下顯哥 嗨 就是我們以前車隊的隊長 不是隊長啦 我哪是隊長 壓頭車謙虛 你知道我遇到誰嗎 我剛剛遇到那三個RSV4老人 真的他們有來 他還在騎 他跟我講說 我說好久不見 他說沒有好久不見 是你不來了 他現在換V4 S 真的喔 對啊 我們後來開車有上來 有跟他聊一下 對啊 他騎了十幾年了 我們也騎很久很久了 從2009年開始 騎到18年沒騎 09到18 我應該是12才加入你們 我剛剛講說我們修比騎拖 我們基本上車隊都沒有人 在五指山團跑的時候出事啊 都是獨跑出事 都是獨跑出事 對 每一個彎都有車手的名字 對 反正很多很多車友都曾經在那邊出事過 但是我們超安全 出於安全 這是顯哥教我的 所以玩車是什麼 你要遇到好的車友 我以前就有這個大哥們教我說 啊不要騎這麼快 然後尤其他生完小孩以後 他說我側掛的時候 我覺得我小孩都在推我的車子 你看現在小孩都長長那麼大了 好啦真的很久不見 你覺得以前我是騎車是怎樣 我就是三道猴子 你真的假的 你 我算猴子嗎 每個人都有年輕過 每個人都 那我們也是猴子過 他們是 越來越成熟越來熟 看著我長大對不對 但十年也差不多啦 我認識你是很像25多歲啊 對啊 他們常說就是那種 啊小康啊你這個啊 他每天就是為了 傾腳為了角度 為了摩西 為了摩肘 你也有在呸啊你在那邊 對我們都是過來人 對啊 所以我是三道猴子 欸洪哥 好久不見 你長大了啊 長大了 哪有屁 我成熟了吧 你先錄影喔 對啊 你不能上鏡是不是 跟他講洪哥顯哥 他們是兄弟 很厲害的 其實今天背板呢 有個私欲 就是剛剛講的 因為麥可都在北方自己的背板 所以我也想要放一下 這是剛剛顯哥說 三道猴子的那個過去 這其實這邊有個亮點 來看一下 這是周小潔 周小潔騎一一九九啊 然後我騎六啊 那時候他很少上來 上來有帶他這樣 你看就是 找到這些 真的好久不見了 很久沒跟他們見面了 很久沒跟他們見面了 因為我們就是後來 我就賣車了 然後就沒有騎 還有陳柏廷 老闆老闆老闆 來這個是什麼車業 來講一下 五人五人 五人車業啊 你怎麼滄桑成這樣啊 他就忙啊 跟你講啊 不要隨便開店當老闆 沒錯真的 但是他以前騎的 欸是忍山嗎 對啊忍山 我們膝蓋是他教的 我們都無人子弟啊 但是欸他很屌 生根到現在 然後現在開 你看戲子嘛 對啊對啊 改天我R6給你弄一下啦 幫你業配一下 好啊謝謝 那你現在混得不錯啊 還可以啦 撞車好做嗎 最近沒有很 為什麼 政府的關係吧 市場 市場 你有感覺到啊 有啊很明顯啊 你現在不是在跑賽道啊 對啊對啊 沒有人在跑三了啊 當時認識他 你應該也才幾歲 你幾歲 19吧 Fuck 我們都老了 你現在幾歲 等一下現在28啦 快10年欸 幹 好啦好啦 好久不見了 這是一個回娘家的感覺 所以你那時候為什麼騎車 這個時候為了 為了我爸騎車 那時候我買了一台 Shadow750給我爸 我們三個兄弟買了一台給他 想要帶著他去騎 結果沒有 他後來他騎了 大概一年吧 他就不想騎 不想騎就剩我們自己兄弟在騎 啊 他騎了騎車就 大家就認識 那時候他還都要騙家裡的人 說沒有買車對不對 哈哈哈哈 超誇張的 啊只有哥哥有車了 哥哥要牽到哪裡 超屌 車都是偷買的 畢竟大家老人家 聽到騎的那種重點 危險 確實也是危險 我們騎的騎士 對 我們身邊 聽到的看到的 欸真的 那個就不說了 那自從那一次 跟你們下了賽道之後就覺得 真的在山上騎真的危險 啊你這樣覺得喔 對啊因為 你賽道的感覺你山上騎不出來 原來你有這個體悟啊 對 所以之後 我就決定不起了 就把車賣了 哈哈哈哈 看起來覺得是這樣 現在這個A星呢 這麼多東西 你看不起我們這小活動 只要戴手套而已 怎樣 是喔戴手套就很厲害好不好 哈哈哈哈 對啊你要是全部都戴上來 大概要四五個帳篷啊 那可是很可怕 可能 可能都還不夠 啊真的假的 所以你今年 現在A星 開始要發新品了嗎 陸續 資訊哪裡找 資訊到我們的官網 啊 Küssen 大橋 馬上可以看到大橋全新的東西 好不好 裡面都售完了 哪 那這樣的 帽子售完了 原因是因為我們帽子 本來就沒有在線上穿 A型沒有 賽車靴 因為他們還在整理庫存 對 所以只要庫存整理好 線上就會更新 尤其是講的 是不是 他們接下來A型啊 連休閒的都有 真的很可怕 真的太好穿了 沒錯 他們有騎過五指山垃圾 有好不好 我以前也是 然後上山也是幾分鐘就到了 他就是BISNESSMAN 所以就 欸幹掉了 怎麼那麼快 沒關係啦以後 可以的話我也想當BISNESSMAN 我不想當Youtuber 欸老實說五指山是走那個 外衝性比較好 喔那很小 很刁鑽 你的CRF可能很好玩 剛上山他說要帶我跑路線 然後我說我不用啊 我沒有路線 我就直接切西瓜 我就贏你 滑胎車就是任性 髮夾彎你還要這樣 欸 我就不用了 我就 欸 直走 屁孩 看貓 屁孩 鑽 屁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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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要訪問一下最資深的烏斯山車友 他最資深我沒有 你蠻資深的吧 你蠻資深的齁 你以前從嘴角走出來是不是 不是我喜歡就是騎 HITER 褲龍 所以我們也認識跟顯哥差不多啦 你沒有那麼久啊 我沒有 我好像賣車之後才認識你 有沒有 我有看過你的褲龍 喔 因為你摔的時候那天我也在 是假的 你有摔過什麼 先講喔 我們剛剛講的 修比齊多 我們是不跑下坡 因為我們烏山缺點是它比較陡一點 所以我們不跑下坡 因為覺得這樣很危險 結果那天就覺得自己如有神助 我還記得是一個夏天 那輪胎超熱超年 然後這樣一個出發就滑掉 唯一一次在山路 然後居然被你堵到 那天沒車 那天然後 對啊就是沒車才爽嗎 超爽的 你怎麼只跑一趟就不見了 我該是這樣 這就是什麼 我們這些CG車友也十年有了啦 有啦有啦 然後你看這CG現在也是 Tunker業務 他從 三寶小編 這就是我覺得緣分啊 對不對 你看他現在 從認識他到現在他胖到不成人型 你 後面的更胖的不要笑 沒有啦這就是五指山 然後也覺得說 今天一整天呢 其實活動 真的是其次 我只是想要借個機會 號召 給大家一個理由 上來看一下 找到很多以前的朋友 看了真的是有點 回到以前的那種感覺 欸我覺得剛上來其實 那個路況還是很好啊 對啊 五指山那個缺點是什麼 大家會覺得太短 可是我覺得 像我們追求安全 我們就會喜歡五指山 因為你北 而且一趟就15分鐘 10分鐘 你怎麼知道你下一個彎路況怎樣 那我們第一趟上來都要先看路況 有時候歌草啊 或是什麼 我們都會 這個彎等一下不好啊 有水啊什麼 對我們才會這麼安全 所以我也喜歡五指山之類這樣 但是因為後來 大家就是有集圍 有區間嘛 所以就比較少人上來 然後比較少追交手 自然也比較少人 我們三個好像都在這邊甩過 我是有一次 上來 他小黃蜂下去 第一個彎然後直接趴下去 然後我是斜弗利亞 這樣講的話 大家是覺得這邊很危險 哈哈哈 以前就是讓大家上來 去裡面 找杯咖啡 喝一下 這就是那種玩車的文化 到最後其實也不知道說 你是真的為了騎車還是 單純上來真的喝咖啡 你是為了什麼 玩手機 我都上來打船 那你他媽不在家裡玩 家裡比較吵啊 菜上沒人管我啊 對了 你假如這個看到影片的時候 我們今天這一套 Conquer這個套裝 外套加褲子出了 直接蝦皮賣場買起來 或是光網買起來 然後當然 我們滑衣滑褲呢 正式上線了 那接下來呢 你會看到很多車手 我們今年就會贊助一些車手 那當然假如你有在騎賽車的 你有在比賽的 你有在比賽的 TSR的 歡迎也私訊我們 我們其實都會便宜一點 有一個車手優惠價格給各位 但是你要是比賽的 跟他拋磚引玉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會 在很多賽事 會出現 那Conquer呢會越走越遠 越做越打 所以滑衣絕對舒服的 支持起來 有素色跟滑色啦 只是現在我們 拍攝現在呢 是剛好滑色剛出 素色還沒來 我們滑衣是有紙套 讓你就是穿皮衣穿手套的時候 比較不會可以手 然後材質呢 說實在不用我多講 真的是很舒服很涼 冬天不要穿 因為會冷死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今天有些人沒有來 真的很可惜 不然想要跟大家聊更多 不然我們去找一下老闆好了 補充介紹一下 接下來呢我們Conquer呢 想要大家就是敲碗一下 留言 全台灣有沒有各大山路 有沒有什麼店 想要我們Conquer或是大橋呢 一起去擺個攤的 歡迎下面留言敲碗一下 那我們這次呢 算是一個SOP啦 就是我們接下來Conquer呢 也是做了這種螢幕啊 然後桌子啊 擺設啊 希望接下來我們Conquer 可以走入這個山道裡面 讓大家了解我們的產品 不管是滑衣袖套帽套 我們今年很努力要做一件事情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感謝大家 下禮拜 禮拜天我就結束了 老闆已經開多久了 這邊喔 這邊22年啊 我這邊騎10年 你開了22年 對啊 我在這邊開的時候 才40出頭而已 現在已經67了 哇塞 越來越不饒忍 對啊對啊 後來為什麼 決定要把他關掉 年紀大了 也覺得差不多了 其實很辛苦啦 看你們從早開到晚 對啊對啊 就想說退休啊 就生活 不用這麼累 你也是這樣看著一群車友 來來去去 對啊對啊 從還沒有結婚 到他的女兒已經大學了 都在我這邊 你看這緣分 對啊 我也是有車友 從認識他剛結婚 現在剛也是帶著小孩過來 對啊 感謝老闆 給大家車友一個回憶的地方 真的啦 謝謝老闆 你看老闆二十幾年耶 就是給大家提供一個 回憶跟夢想的地方 因為我剛騎車 12年 跑五指山就來這邊 像剛你看到那些車友 都是這樣 往回看就覺得自己他媽老了 很感謝有那些大哥 他們就會教我 比較正確的觀念 然後我其實直播也講說 啊那個騎車齁 不要只是教一些很膚淺的車友 像 講出來 沒有沒有沒有 反正就是 慎選你的車友 然後他們就教了我很多 不管是玩山路的觀念 不要消呸 下坡不要騎 安全為上 然後以及事業 有時候我們就講幹話 還是會聊到工作怎樣 小空你要加油啊 那什麼樣的 都很正向啊 反觀現在山路 你的車友是不是 啊幹跟不到不要跟好不好 對不對 都會騎車了 你這樣這麼慢 真的很多觀眾說 啊我車友這樣跟我講怎麼辦 我說幹家你去死 真的啊 怎麼會有這種車友呢 一起長大一起成長 你看這就是這次活動 康哄 好那最後呢 很感謝今天 來的AB1 像亞當 然後小偉 然後以及那個 哲衡他們都有來 然後來看一下 今天這個活動呢 叫康哄 就是剛剛是康可嘛 那也是我康康嘛 畢竟我相信 可能你現在不騎了 像剛剛很多車友 其實也都不騎了 經過那麼時間 有的是當個老闆 有的開了店 有的去當車手 有的是直接生小孩了 對大家來講 五指山 或是這個山路啊 喝咖啡啊什麼的 都還是一個很重要的回憶 其實今天第一次康可辦活動 還蠻緊張的 那我覺得也算蠻成功的 也感謝大家 那麼賞臉 來看一下我們的東西 然後也一起來回饋一下 那我們也是 請大家喝杯咖啡嘛 所以接下來有機會的話 希望可以在其他地方 見到你們 我覺得太有意義了 我一定要分享 山路真正 我想要推廣的文化 應該是 這麼健康 而不應該是像 現在那麼toxy 你知道嗎 這就是我的玩車起點 背板應該不會廢掉吧 好那感謝大家的收看 訂閱 按讚加分享 那你假如騎過五指山 對五指山有什麼回憶 麻煩下面留言一起分享一下 Peace out 幹 老闆咧 老闆在裡面嗎 蛤 超小的 休息一下啊 很冷啊 很冷啊 拜託啊 對不起啊 我等一下出去 冷死你